另外在面包的问题方面 为了因应H7N9的这个疫情呢 台北市卫生局也开始劝导食品烘焙业者 要依法将面包给覆盖装带 否则就要开罚 那么消费者就说了 到卖场买面包 不知道有没有染上别人的飞沫或者是灰尘 其实他们心中还是会怕怕的 国人爱吃面包 热腾腾的面包一出炉 立刻秒杀卖光 但是90%以上的烘焙业者 却是直接的将面包开架的来卖 消费者心中其实有卫生安全的疑虑 外面那种卖的面包 有的时候就像这样走过来走过去 灰尘都会飞起来那种感觉 其实很多人这样走过去或讲话 它会有一些飞沫的问题 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烘焙业者 要做到食品覆盖或是装带的规格 否则不排除开罚 尤其是H7N9疫情比较敏感期间 会严格的稽查 他针对他的产品 他必须要防护措施要做 那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那依据食品卫生管理法的规定 我们会以20条规定 会去开要求业者去做限期的改正 目前大卖厂的面包 包括了加勒服爱买还有大润发 是加上了透明的压克力盖 有部分是包上了塑胶带来封口 而百合公司也是部分包覆加盖的方式来卖 便利店还有知名的烘焙业者的面包 都是部分的包覆加盖 那么业者说有一些刚刚出炉的面包 酵母仍然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立刻的装带 所以采用压克力盖的防护罩的方式 来开架的卖 避免违法 那么等到两个小时以后 面包完全冷却之后 再装进塑胶带 才不至于影响了面包原来的口感